路邊一噴噴盛開的九重戈 是里長多年前就在里內各處種植的盆景 平時更有志工會細心的照料 每年的這個時節就會開出美麗的花朵 讓社區多了許多綠花的風景 每年像現在這個時間 就11、12月的時候 到過年它這個花期還滿長的 差不多應該有三個月之久 這個時段 差不多現在這個12月份的時候 正盛開的時候 當初我的構想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這個社區 六米巷道相當的多 尤其在轉角的地方 往往有一些里民 他會任意的停車 當初我們是想說 種這個九重戈 可以軟性的勸導他們 另外一方面可以綠煤化我們社區這樣子 里長表示 近年來大力推動的彩繪 也是民族社區的特色之一 不僅年年新增 每一幅彩繪更都是根據屋主期望所繪製 鮮艷亮麗的彩繪結合社區裡的古蹟與美景 讓民族里成了遊客的打卡尋寶處 大家非常歡迎 非常歡迎大家 因為在我們社區裡面的話 九重戈總共有105盆 擅置在各個角落 還有我們社區在歷年來 推動的這個社區彩繪 也相當的有看頭 歡迎各位鄉親 還有市民朋友 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里內來走走 有需要我們社區地圖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里辦公處來收取 里長的用心讓盆栽不只是 綠化社區的推手 更解決里內的停車問題 他更大方邀請民眾到里內走走 來趟欣賞鮮花載繪 尋放古蹟的小旅行 記者邱建勳高雄報導 尊umin東 康哥 記者邱建 unrest